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院 主持人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院前院長林章福 請上台 請上台 論文發表人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系 兼任副教授賴明珠 請上台 特約討論員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書畫藝術學系副教授何堯志 請下位 現在我再稍微解釋一下 我們在論文發表的時間 主持人5分鐘 發表人25分鐘 特約討論員10分鐘 自由討論10分鐘 論文發表 結束前3分鐘 我們會按一次0提醒 時間到的時候 我們會再按一次0作為提醒 那請大家配合 使會議可以順利進行 那麼現在 我們開始今天下午的會議 首先請主持人林章福院長致辭 提醒一下 那個講座上的麥克風 我們保持常開 請大家都不用去開關 就是放著就好了 保持常開 謝謝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很榮幸 我很榮幸能夠來 受邀來這邊主持 這一場協術研討會 真的很高興 那我先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論文發表人 還有特約的評論人 那麥明章老師 那麥明章老師 那是我們這個 臺灣藝大的經驗教授 他同時也是 我在北藝大的時候 那時候 他的先生是黎慧城 文化資源學院的院長 那時候我們是同事 所以對賴老師 對臺灣美術的研究人 是略有所知 那我們等一下就請他 來針對陳靜輝這樣的一個藝術的 一種 等於是專案的一個研究 來針對陳靜輝這樣的一個藝術的 來做一個他學術性的一個分析 那等一下來請何曜志 也要先 何曜志老師先恭喜他 因為他剛剛那個深等教授通過 這個也算於學術範圍之一吧 也沒有抵觸 表示這個功力已經到了一個相當 並接受不肯定的一個階段 我們現在請他就針對賴老師的文餐來做評論 那我們現在請賴老師先來發表他入文 謝謝 好 我們現在請賴明珠老師講題是 魷魚 縫隙 穿梭多元文化的陳靜輝 大家午安 可見陳靜輝確實是相當 對很多的議談前輩來說 甚至我們一般的對藝術的愛好者 都是很陌生的 所以大家有一點小小透霧 不過沒關係 我們今天透過這個我個人的這樣一個研究報告 希望讓更多的人能夠認識陳靜輝 還有這位前輩的藝術家 還有他的藝術的創作 按得太快了 謝謝 要退 好 那我這邊文章 其實是先從這個就是有一個想法有一個問題 就是一個問題意識 然後開始作為文章的一個開始的一個敘述 那就是在思考說陳靜輝這位藝術家 那他曾經到日本去接受過 長達八年的學術的藝術創作 會畫的一個專業的一個訓練 那在戰後呢 為什麼長久以來他一直都被忽略 就是我們台灣的藝術史上 幾乎很少去提到這一位藝術家 他幾乎是成了一個所謂的邊緣的畫家 這樣的一個在台灣的藝術史上的一個角色 那我自己覺得說 應該差不多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他的創作太少 他的留下來的留存的畫作 然後數量非常的少 這邊差一個小插曲 這個陳靜輝嘉瓶美術館 藝術家出產生他們要出陳靜輝的 他的這個傳記的時候 他有來問我說要不要寫 那當時我沒有接受這個委託 那主要原因就是 就是因為我認為他的作品太少了 嘉瓶美術館的規定是 一個藝術家他的作品 起碼要達到有100多件 那全部圖片要有200至少200件 那因為我覺得他的作品實在太少 所以那時候我就沒有去接 撰寫他的專記 那可見就是說這一位藝術家 他留存的作品真的確實太少 讓我有點卻過 那第二個原因就是陳靜輝他在這個 其實在他生前的時候 他的一個學生的先生 就是我們的有名的這個王長雄老師 這是一位小說家 也是一個牙科醫生 那他寫了一篇小說叫做《奔流》 那奔流裡面有一個主角 那這個王長雄在多次接受訪談的時候 甚至他自己在傳出的文字裡面 都有提到說他這個小說 《奔流》小說裡面有一個主角 叫做本名叫朱春生 那後來在戰爭時期的時候 改名叫做伊東春生 那這個主角他說他的雏形 其實是從他太太的老師 就是陳靜輝以他為雏形 然後去把他加上一些想像 然後把他寫出來 那這個小說裡面呢 這個伊東春生呢 他是一個到日本去留學 後來娶了日本太太 回到台灣來之後 他的生活是非常日本話 那他在學校裡面教日文 然後他對他的父母就是 有點是不太理睬 有點遺棄父母的那樣子的一個角色 所以這樣的一個形塑 那他把他形塑成是一個 就是接受皇民畫的一個知識分子 那假如說他的雏形是比陳靜輝來當雏形的話 那其實會留下很多讓我們這些做研究的人 會有一些想像的空間 認為說陳靜輝是不是就是一個所謂的皇民畫的畫家 那這個其實第二個原因 那第一個原因就是說 陳靜輝他在福展時期的作品 有很多作品描繪了 你會感覺好像是在上面有一些 人物所使用的一些道具 或者說那些形象讓你會聯想到當時的戰爭 那是不是有鼓舞這個戰爭 是屬於畫盛戰繪畫的一個藝術家 那所以說這樣的一個作品的話 在初步的那種認識的時候 可能會把他歸屬於他是一個 這個所謂的皇民畫 剩畫一個戰爭畫的一個畫家 那當然這個都是第一部的物解 這個裡面有物解在這裡面 那大家當然知道 因為在後 在就是日本殖民政府離開台灣之後 國民政府進到台灣來 那當時的整個的那個局勢改變 那他們當時就是提倡就是反日本 反日本文化 那另外還有就是說要強調 中國文化的回歸到台灣來 那這樣的一個歷史的情境下 陳靜輝由於那樣的一個背景 當然被邊緣化變成不是主流的藝術家 當然這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可能的因素 讓他變成台灣美術史上 一個邊緣的美術家的一個原因 那這一篇我這篇文章的宗旨 研究宗旨 我希望從外在結構 就是說從他的教育養成 那還有加上他的信仰體系 那還有在內面內在的那種面向 比如說他有一些思維 他個人創作一些理念 那我想重新來解釋 陳靜輝他在戰前到戰後 他在不同的文化之間穿梭 因為他這個有說是台灣的漢文化 那也有因為家庭背景的關係 有西方的文化 那再來他在日本時代就有日本文化 那再後他又接受了中國的 接觸了這個中國文化 那這麼多重的文化的一個交接 那他如何在這些文化交接的共性 這個文化的一個是 這應該就是上層階級 這個上層結構有賦予他的 他必須要去接受 可是他是一個個人 他是一個藝術家 他有他的一些想法 那他這些想法如何在他的藝術裡面表現出來 他如何透過認識他的 如何透過形塑制 那如何去把他的個人的藝術的語言 把他建構出來 然後成為他表現藝術的一個這個媒介 那這個我這個這篇報告 主要想要去探討的一些問題 好 我們先看陳靜輝他的出生 陳靜輝其實他本姓不姓陳 他姓郭 他的爸爸 新生的爸爸叫做郭水龍 是一位牧師 那是出生之後等於是過季給他的這個母舅 就是媽媽的哥哥叫陳清益當養子 然後陳清益剛好他娶的太太是馬接 馬接博士的長女就是接媽娘 那當然出生在這樣的一個家族環境成長下他 當然有西方的文化 有台灣的文化 那當然那時候也有所謂的日本的文化 那父母的話在他四歲的時候把他送到日本去 到京都去寄養在一個中村先生的家裡 然後開始接受這個所謂的日本式的這個文化 然後他在十四歲的時候 進到這個京都市立美術東醫學校就讀 十九歲的時候進京都市立繪畫專門學校就讀 那這其實都是屬於所謂的繪畫 是純美術的一個教育的訓練 其實在當時的一個時代的背景下 台灣一般的家庭其實是不會 不太喜歡小孩去國外留學 而且學的是無用的這種美術 那當時的一般的觀念是這樣 那可是因為陳清益他出資了這樣的一個 特殊的一個家庭 他從他的這個養外祖父 然後當然那時候養外祖父 馬切其實那時候已經過世了 那不過他的母親啊 他的爸爸對於這種稀釋的教育 然後因為當時台灣是財產之母下 所以他會送到日本去 那前後的八年的美術教育 就是奠定他後來在這個在創作上面 獲得那個所謂的文化的一個資本 然後運用這樣的一個文化資本 就是繪畫的一個媒介 去利用這樣的一個技法 或是藝術的概念 然後去表現他的藝術創作 那由於這樣的一個受訓的 這種學習的一個背景關係 所以當然他早期的話 當然會很強烈這種所謂 日本學院繪畫形式的內涵 我們看兩張家庭照片 那左邊這張的話是1928年 他在京都美術工藝學校念書的時候 他的養父陳經歷養母 義父陳經歷 義母姊媽蓮 另外還有他的這個義姊叫陳碧玲 然後義姊夫叫吳雀蜜 在京都隔影的一張照片 那右邊的話我們看比較晚期的時候 1954年的時候 他跟他的媽媽姊媽蓮 還有他的太太叫陳春子 他這個太太原名叫中春春子 其實是一位日本人 其實就是他繼作的那個 京都家庭的那個女兒 那後來成為他的妻子 那還有他們兩個夫 夫婦兩人也沒有生小孩 所以他們領養的一個女兒 叫陳淑珍的一個合照 好 我們看這兩件作品 一件是橘池契樂 另外一件是中春大三郎 那這兩個老師其實都是他在京都異專的時候 京都會專的時候的那個老師 那陳靜輝我們知道他後來其實他的創作是以美人畫 畫這種所謂的風俗美的畫鑄成 那他這樣的一個繪畫的冠奇 其實就在京都會專的時候養成的 那這個兩位老師都是京都會專很有名的 兩位日本的那個近現代的一個畫家 展測這件作品的話 你可以看到他在構圖上面 其實是很穩固的一個構圖 一個少女牽著一隻狗還有另外一隻狗跟在旁邊 在這個路上在散步的一個情景 那整個的那種他其實是蠻強調那種空氣的氛圍 那種休閒的氛圍在他的作品裡面描繪出來 這種是無形的東西 可是雖然是寫實的一個 繪畫的一個學院的風格 可是你可以看出來他可是有想要去強調 要挪走那種無形的內在的感覺 那種氣氛在他的作品裡面 中村大三郎這件讀書 那你其實兩個老師都你可以看出來 都描繪的對象就是女性的這個對象 基本上都是屬於中產階級 或者是上層階級的這種家庭出來的 那個女性的一個生活的一個現象 這一個面貌 那其實陳靜輝他的創作裡面 也相當程度就是也是 就這樣子一個繪畫關係 也是有陳希致老師這邊來的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先就來看這個外在結構的部分 他的宗教的那個信仰的跟認同的問題 那因為陳靜輝事實上並沒有留下 任何的書寫文字去描述這個部分 所以我在那裡寫的時候 我去就是透過他的家族 因為他的那個養父陳清立的話 也等於是馬接的一個家族成名 所以這邊這些家族的 包括他的養叔陳清中 還有這個姊夫 養姊夫吳天命 那他們三個人在文章裡面 其實我都有做一些 比較細膩的一些分析啦 那這邊我大概跟大家介紹 就是說他們三個人在這個 所謂政權展明的過程中 那其實也是在這種認同上面 是多重的一種認同 就是說以他個人的一個主體 然後去面對外在的這種結構 社會文化的這種結構性的一個變化 那基本上他們都有這樣個人的一些選擇 也就是說個人主體是有一種能動性 他是可以去依據他自己的想法 他會做一些對社會變質的一些變變 那比如說我以這個他楊姊夫吳天命 作為例子來這邊來做介紹 那吳天命是明治大學神學院 神學科畢業 那回來台灣以後 他是在台北神學院任教 那他就曾經發表過一篇文章 講這個傳道報國 傳道就是傳 就是這個傳道師嘛 他的職位 然後以這樣的方式來報國 那另外其實當時的美術界 也有一種美術報國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當然這次都是戰爭期期的時候 這個整個局勢的一個大結構的一個壓迫下 就是我們一般的人必須要去應對 去面對就是只能這樣子做這樣的一個選擇 所以他吳天命他對教會跟國家 基本上是採取兩種雙重的認同盟式 那這種就是說 因為他是有一定的基督 講好教會基督的一個信 所以他對於天上的國跟地面的國 這種雙重的國度之間的一種認同 其實是我們一般沒有宗教信仰的 比較能夠難以去理解 所以說反過來說 我們也沒辦法用所謂的民族主義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來去責備他們這一批 其實暫前許多的這種所謂的傳道報國 美術報國的這個傳道士或者是美術家 那曾經歸的政治文化認同 就如我剛剛所說 永遠沒有文字文獻的資料 所以我們大概從他家族這三位長輩的這個 在精神上面的信仰 還有現實政治多重認同的一個現象 我的猜測的話 他應該也是有一種多重的那種認同不化的一個概念 那個更是多元的 是混雜 是很複雜的 不是我們用能用單一的這個忠誠 或是說國家的忠誠 或是說民主的主義這樣的一個概念去看待的 這個陳敬輝我這邊放兩張他的壁畫 那這等於說跟宗教的信仰做一點點的結合 因為這個部分的話我目前的資料還不夠 所以我沒有辦法太多的介紹 那這兩張在這個淡水中學大禮堂 大禮堂前面的左右兩邊的兩張壁畫 那右邊是祈禱圖 左邊的話是羔羊圖 那當然就是都跟聖經裡面故事 有相當的一個邊緣 那我們這邊主要是看陳敬輝 這兩張壁畫其實是他設計 然後他上牆 有工作架然後到牆上去製作出來的 你可以看到他這個作品的話 對線條幾乎都是用線條來做表現 那這個他的線條是在台灣前面藝術家裡面 相當受到肯定的 像這個有一位藝廷家叫王白月 他就說陳敬輝的繪畫藝術 透過線條表現的餘音苗苗 那就是說有很多的那種品味 是這種屬於比較看不見的東西 是在他的作品裡面 他可以透過他的線條來做表現 所以我們看他的這兩張壁畫 你可以看到用線條去表現手部啦 鴿子啦還有那種只有光芒線 看不到我們的太陽 那左邊的這張高兩圖也是一樣 那個懸空的那個拐杖 那都是一種他抽象的一些 概念的一些表現 那我們看陳敬輝在戰前的時候 他的生活跟創作 那把他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他的比較日常的 另外一部分是那個非常生活 因為所謂非常時期的 那個生活跟創作的表現 那我們先看他從日本1932年回到台灣之後 他就進學校其實就是馬街創立的 馬街的家屬他們後續創立的這個學校 就是淡水女學院去任教 然後後來又擔任這個淡水中學的美術老師 這是他回來台灣之後的一個生活 就回到進入到這個教育的一個場域裡面去 一方面教書培養學生的美學概念或揮畫的技法 另外一方面他在他的創作 那他這個時期的話 還有就是在京都會專的時期 他有兩件作品 送陸選這個台展 一件是女 一件是少女戲圖 那回到台灣之後呢 他又有其他的創作陸選台展 或者是獲得台展的特選 或者台日賞這些獎賞 這件女的話就是她 京都會專畢業展的時候的創作 然後參加的第六尾的台展 陸選的作品 那畫面你會看到兩個女少女 一個是做的 是靜態的 一個是站的 是手舞主導 所以你感覺到畫面有一種拍的那種音響 還有她那個腳在踏 踏的那種音響 還有動作 所以一動一進 然後再來就是透過那個衣服 這個做著少女的衣服的線條 上衣的線條 裙子的線條 那左邊這個少女的話 透過格子紋的線條還有裙子的線條 那這種線條的話 其實就是她最擅長 那等於說透過線條 視覺的線條還有那種想像的那種感 音律讓你有一種畫面 有一種律動感 這就是我們和這個王白淵所敘述的 她的作品讓你有魚鳥鳥的那種感覺 這件陸圖是她得到第七回台展的特選 跟台日展的一件作品 那這件作品的話雖然是黑白的 那不過我們從畫面上 你可以看出來畫面的你看上去的話 一般主角的就是在右邊的第二位 這位貴婦她穿著打扮得很時髦 還牽著一隻獵狗 那這個都是當時很少 就是說婦女的那個當時的社會 台灣的社會很少有人會養狗 然後還帶到這個街上來散步 那她是不動的 那另外左邊的三個婦女的話 妳可以看得到她們呢 就是臉光被她所吸引 被這個主角、女主角所吸引 雖然她們其實本身穿著也非常的時髦 可是的話再時髦也比不過 這位主角這麼吸引人 穿著時髦然後又牽著狗上到馬路上來 所以她們這三個婦女的內在的這種心理的話 可能是一方面羨慕 一方面又有嫉妒的那樣的很普雜的心理的情愫 就混在這裡面 那這畫面裡面呢 唯一一個對這些外在的這種騷動 無聲的騷動 無所感覺應該就是最右邊這位少女 那你可以看到她在畫面裡 唯一一個有在動 她的腳有抬起來在走動 她無視就是沒有感覺 因為她還小啦 所以她拿著蟹來然後過這個街道 所以她這件作品呢 相當程度去把這種 有點像我們台上的表演 把那種情 那種女性之間的不同的階層的人 她們的內在的心理情況 表現得非常的那個 你要很細膩的去觀察 那這件作品的話 是她回到台灣之後一年 就能夠去掌握台灣的整個的那種 日常生活跟流行的這種文化 所以有很豐富的這種這個 心理直樹的表現跟社會的文化意涵 那這件字面的話也是比較特殊的 一般台灣那個畫美人畫畫家 比如說像陳靜 他們多數都是畫中上階層婦女的生活 那陳靜慧這件唯一就是畫比較勞動經濟 就是低層的婦女她們的在工作的一個情形 有室內的情景 有室外的一個情景 好 浮展時期的作品的話 這個是我們今天也算是重點之一 那這一件豬頭是她浮展推選的一件作品 那表現上你也覺得她有點在崇尚舞蹈 因為她們都在練那個長刀 可是事實上這個是淡學女中 淡學中學 淡學女學院的學生 她們上了體育課的一個情景 所以也是學生非常時期的日常生活的一個描繪 還有這件作品是描繪淡江中學 淡學中學的學生去參與所謂的 中學生週際行軍的一個演練的一個畫面 那其實這個也是在描繪中學生的一個軍訓課程 她並不是 這兩個人並不是軍人 她們其實是學生 好 所以從她的戰前這個培展 培展的作品 我們可以看到她能夠能動性的 悠遊於內跟外 個人跟大群體之間 然後展現這種所謂的日常跟非常的夾縫間 然後她用她個人的一個創入的媒介 去表現這種生活的一個流變 戰後的時期 戰後時期的話 這個我想處於一種大變局下 她身處在教育現場跟繪畫場域 其實是必須要在這個整個大結構的改變 有所抉擇 她其實慣習上也有做了一些調整 比如說從畫美人畫 改為畫 宮頸畫 還有就是說 這個畫面裡面的這些美人 侍女所穿著的衣服啦 腳穿的鞋 從原本的高跟鞋 換成繡花的軟布鞋 這些都是透過服飾 然後去表現出時代的一些文化的一些改變 還有她開始學習用水墨畫來創作 那再來就是晚期的時候 她1968年過世 那她1964年被聘到當時的藝專去教數碼課 那其實這兩件作品的話 你可以看出 她那種就是本來原來都是畫那一種 坐在地上或坐在椅子上 甚至是捲縮的 那比較內地的那種內在的情感 可是到了1967年這間街口 你看那個挺頂鬱鬱的一個少女 在街口上很自在在那邊行走 然後她把衣服外套這樣子很隨性的 很瀟灑的那個拼在她的肩上 那所以說這種肢體語言的 她所描繪的那些女性的肢體語言的改變 其實也是她自己內在的心理的一些轉折 我就跳到結論的部分 日本時代的話 曾經會在中學美術教育場域 跟官方展覽理智的文化再次結構中 以學校或周遭日常生活的人物為題材 她表現是一種主體內在生命的體驗 跟外在時空的交錯關係 那復展時期她那些遭霧節裡面 原來以為說她是畫聖誕美術 其實她是還畫當時的中學生 在非常時期的一種日常學生的一個生活 那並不是用在畫聖誕會畫 那另外再後她面對新政權跟新文化的挑戰 然後在教學現場跟會畫的關係上 都有經過一般的折衷 妥協跟折衷 那同時她也去學習新的水貿理會的一個精髓特質 那曾經會在多元文化的縫隙裡面 賦予她的作品時空的象徵厲害 並串連起人社會跟文化的多重網絡 之間的交錯流動 那我覺得這樣子體現了法國學者 Michelle B. Sheffield 她一種所謂的日常思覺生活的一種折思美感 那她的視覺文化身材 她不但為自己發聲 同時她也讓台灣人的日常生活 變為我們的這種微觀的文化的一個制裁 我的報告是到此 謝謝 我們謝謝賴老師這麼驚訝的 這麼深入的一個論文發表 那接著我們就請我們這個特約的評論人 何姚智教授 來提出他的看法 請 好 好 首先感謝林院長的主持 那再來呢 也謝謝賴教授在這一篇 撰寫陳靜輝教授的文章內容當中 給了我們很大的感動 那當然我在這邊我不敢說是特約討論人 因為呢 我當時候去念英國的碩士的時候 我都還是看著賴教授的文章 所以呢 我想今天學術組大概讓我承擔這個與談人的責任 我想大概有三個 第一個呢 應該說 我與賴教授我們都是留學英國 雖然呢 前後相差了十年 那第二個呢 也是特別我想應該是在信仰上面 那因為我們看到了陳靜輝先生 他是在馬接的家族當中成為基督徒 那我個人本身也是基督徒 那另外的呢 我想第三個應該 應該應該說是陳靜輝的身父 就是郭水龍先生 是士林人 那我剛好也住在士林 所以呢 原有了這三個點 那個我只好接受了 就是這個與談人 不敢說是特約討論人 那但是呢 從賴教授的這一篇文章當中 我想有幾點是在這一次學術研討發表會上面 我想給學生們或是後輩們 在進行寫作論當中一個很好的參考方向 那首先呢 我很喜歡就是賴教授用了這一個 牛魚縫隙這個主題 來講到陳靜輝先生 他穿梭在多遠文化當中 從剛才賴教授他提到了 從家族還有呢 從他的學習過程當中 就彷彿看到了什麼 看到了現在公視節目八點檔查經 這一個很棒的連續劇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從馬杰先生他來自加拿大 那在這個加拿大的 就是來到台灣來進行做傳道人的服務當中 所以呢 他運用了相當多的語言 包括英語 包括也台語 然後呢 再加上呢 我們看到了 在那個日式時代當中 其實在教育上面也多半是用日式教育的部分 所以呢 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多元語言 一個家庭當中 你可能會出現台語 還有呢 國語 還有英文 還有這個日語 這樣一個多元環境當中 所構成一個藝術家的養成 所以呢 在這邊 有特別的提到 第一個就是 陳敬輝教授他的學生林玉珠 然後呢 還有王長雄 他所 撰寫的奔流這一本 這一本書 那這一本小說 我想說 應該 是相當相當精彩 甚至呢 在這個精彩度 在中文的時間我也 像賴教授分享 如果說 有哪位編劇家 對於這奔流 這一個內容上面 感興趣的話 我相信 當他拍出來的時候 應該明明也可以拿到金馬獎 因為呢 在那個時代 有這樣一個雙重語言 在家庭所產生 然後呢 再加上了 他在信仰上面的堅定 所以呢 在養成了他的 剛才所提到的 外在結構 還有呢 內在的 就是思維的部分 而使得陳敬輝教授 他可以有一個創作多元的方向 那從在這邊呢 我們也看到了 在他在 京都這邊學習的時候 有特別的看到了 他的老師 西山翠障 還有呢 橘池七月這邊 那這邊 當 當時候 西山翠障 又是竹內西鳳的 應該門地 那所以呢 在這邊我們都可以發現到說 可以看到 他從一個學生 從一個物件 的描繪當中呢 相當的對觀察度 物件的敏銳 然後呢 對於線條線值 甚至呢 在構圖上面 的呈現 那呢 首先 這一篇的結構 相當的迷人 在迷人在就是說 他是先從 奔柳這本小說 然後呢 做一個前沿 前沿之後呢 帶入了 他的學生 林玉珠 然後呢 然後 陳清輝老師的很多作品 其實呢 都來自 林玉珠 他的家裡提供 比如說呢 陳清輝老師 他的作品當中 有一個不偶戲 那當時候呢 就是 林玉珠 他就請 他的父親 請了那個 偶戲團 來表演之後 所呈現出來的作品 所以呢 從在這樣一個關係當中 延伸到了第二章節當中 談論到說 美術教育的養成 又帶入了 京都 就是 子內西洪折中化派的部分 然後又加入了 信仰上面 所以呢 從在這邊 我們剛才有提到 就是 賴教授有提到 就是說 在外在 外在的結構當中 我們看到了 除了信仰 那我其實呢 我更認為 在一個家庭當中 有多語言的 溝通與 進行當中 他語言 他會刺激 而且呢 會影響到 創作的部分 而且呢 也會影響到 思維 所以 影響的 陳清輝先生 他在進行 繪畫的創作當中 同時 也是一種 用著傳道士的精神 來推動美術的教育 好 那 在這邊 我們也看到了 就是 賴教授有特別的分享 就是幾件 陳清輝教授精彩的作品 那呢 在這邊 這邊 除了剛才有提到的 擅策那一件作品 從擅策的那一件作品 如果剛才 與會的人員看到的話 你會發現到說 那個樹枝 由右向左傾斜 加上了那一 他手中拉的那條狗 也是由右往左下傾斜 但是呢 在整個精彩度是在於 左邊所進入的一個樹枝 所以呢 在這個三個方向 三個線性方向當中 我們看到了一個 讓你視覺可以扭轉 而注視在那一個女子的身上 那呢 再來呢 就是 我們也看到了 剛才得到 就是有一件作品 是路途這個部分 那路途這個部分呢 我們除了看到 在行走當中的女子當中 牽了一條狗 但是呢 從他們的眼神對話當中 那一種眼神的動向 其實也是從畫面當中 出現了他們之間的對話 再過來呢 剛才畫面當中 這個本子裡面 也有一個就是豬童 那在豬童當中呢 其實我們要更關心的就是 更關切更注意的就是 他從那一個刀把 還有那個線當中 跟後面牆壁當中 他所呈現出來的交叉斜角度 這個構圖上面是打破了 我們一般來講 都好像要用 緊緻構圖的方式去平行 那從在陳敬衛先生的作品 我們有看到雖然作品不多 但是呢每一件作品都相當的精彩 那其中呢 在論文當中也有特別的介紹 李春生 那李春生呢 他在這邊也算是 在台灣歷史上面相當重要的 就是呢 他也是稱被或稱為台灣茶葉之部的美譽 那呢 李春生這位先生呢 其實他也是相當精采 一手賣茶 然後呢一手寫作 包括呢 很有名的就是寫成了他 這個部分都會影響 就是基督徒他在進行做創作的時候 然後呢 會有 就是應該傳道者或是牧師呢 甚至呢 接受了這樣一個 一個資訊訊息當中 所產生的一些創作的思維 那我們從在陳慶輝先生的作品當中呢 我們也看到他的構圖相當的大膽 那尤其呢 從他的色色當中 都完全記錄的那個時代的氛圍 包括呢女子 美人圖當中 女子所穿著的衣服的色彩 還有呢 在當時候 包括可以看得出來呢 那個女子所穿著出來 他們那個線性上面 那個毛線的織法 這個部分 都是當時候相當重要的文獻記錄 然後再加上呢 從剛才 雖然是只有很簡單的線性 去表現到他對於基督信仰上面 但是呢 從剛才的 祷告的手 還有呢 透過了那個白鴿 然後我們在 在基督教當中 白鴿可又是屬於聖靈 所以很多的 我們都說 這個手作的一切 都是一切 都是完全榮耀族的名 那在這邊 我們還是分享 就是陳建輝他在文獻當中的一句話 他說 上帝創造世界 那畫家表現神的創造 和神的溝通方式 不是只有在神聖的教堂 然後呢 他自己先稱他就是一座一棟的教堂 所以呢 他在這邊所創作的每一件圖 每一件作品 其實我相信很多是來自聖靈的感動 還有呢 來自上帝所給他的天賦 就是恩事 然後所完成的這麼精彩的作品 那還是真的很感謝賴老師的這一篇文章 那我相信呢 對於往後 同學們 會員們 在進行寫作的時候 可以再次的把自己當作一個導演 然後用導演的方式呢 這樣鋪陳 從橫的 還有從橫跟縱的方式呢 去全盤把這個 學術論文這個部分呢 很精彩的分享 那以上交給 謝謝 非常感謝何教授 很細膩 很細膩的評論的觀點 那我們還有一點時間 我們看賴老師要不要回應一下 就因為你專業的學術 研究的經驗 謝謝主持人 謝謝何教授 那剛剛何教授有特別提到這種宗教的這個部分 那其實我在報告裡面並沒有處理的 只是一張 並沒有處理的太多 我原本是有想要處理的 那像去 剛剛那個就是在淡江中學大禮堂的那個壁畫 是我去現場去拍 我本來還想要再去到那個惠木堂 在中山北中有一間惠木堂 中山北的巷子 有一間惠木堂 那那邊也有一件陳敬輝的油畫 它不是交彩 它也不是其他的地畫形式 是用油彩去畫的 那都跟那邊聯繫好了要去看 然後要去跟那邊的一個長老來 因為聽說那位長老對這件作品的那個創作的 就在那邊創作的歷程 他有一些窒息了 那可是就是因為碰到了疫情 所以本來約好要去 後來就沒有辦法去 所以其實我在文章裡面 這個部分並沒有特別處理 其實是剛剛那個兩張壁畫 是特別這次簡報的時候 特別把它放出來 那文章裡並沒有聽 那就是因為這個部分 對於他的這種宗教 跟宗教有關的那個創作的 我並沒有特別去 在報告裡面去做一個介紹 那也是因為我覺得 這個部分我自己還沒有做得足夠 所以這個部分我就只談了 他的三個長輩 家族裡的三個長輩的那種宗教信仰 在這樣的一個大死在下 在這樣的大結構下 他們怎麼如何去能動性的去應變 那這個其實也是我整篇報告裡面 想要去強調的一個 就是說個人跟這個社會 甚至是所謂的國家 這樣子一種互動的關係 因為這個大結構下 其實這個個人主體這種小體 其實有時候其實是 就是要去面對 然後怎麼樣去抉擇 其實是很重要的 對藝術創作者來說 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以上的回應 謝謝 我們謝謝賴老師的回應 那我在這裡還有 借這個機會 我稍微跟賴老師抱歉一下 因為這個 我們都知道陳建輝老師是一個非常優秀的東洋畫家 其實他的學生 他教過的在鄧江東學教過的學生 張子龍就是我的同事 當初他在淡水藝文中心當主任的時候 辦了他的畫策 我還去看 那也拿到了畫策 一一的拜託 所以這個響叮噹的這個影片之內 我不可能會記錯 那現在實在是很抱歉 先跟賴老師之前也跟大家講說聲抱歉的地方 謝謝 我們今天大概有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老闆 有沒有問題 這個羅院長提意見 主席還有賴教授 因為陳建輝老師是我的老師 因為是在藝專的時候 我們二年級他教樹苗 全部用數學 就開始帶我們到外面 比如說他帶到旁邊 我們原來藝專的圖書館 他在旁邊就拿一張明信片 當場又畫一畫 才不到三分鐘 他這一張去投自立 大概自立晚報 是300塊 那時候的伙食會一個月是170塊 所以大家你看 我們這中文的小孩 聽到這300塊都講 大家都很認真練 不過真的 他的sketch就造成了 因為他 我們的作業是每個禮拜 他要改的 要看的 所以後來我們在sketch上面 其實是在繪畫寫中 給我們很大的幫助 這是第一點 第二 因為陳老師的話其實非常好 但是我聽說曾經想要主辦 陳清輝老師的展覽的時候 發現他的作品分散於他的家族 大家都不太能拿出來 我想將來如果哪一位 比較有這個公信力 得到他們的信賴的時候 能夠把他們的意義反彙整 我想會很精采地看到 陳老師的一生在精采的作品 才會呈現 謝謝各位 還是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院前院長張胡 日文發表人 華泛大學學文與藝術學院院長黃智陽 請就座 特約討論人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 客座教授 林綠洲教授 請就位 首先請主持人林珍福院長致辭 謝謝 謝謝大家 我們接著在這一場 有一個學術花表 我們首先介紹第一篇的花表人 黃智陽 黃院長 他現在官約作業大了 表現結束 華泛大學的人文藝術學院院長 他要發表的題目就是寫王仲淵先生的 他的題目是鐵筆傳心 王仲淵先生的書印風華跟沈船 我們特約討論人 我們特約討論人是立舟教授 他也是我們台藝大蘇阿喜的客座教授 我們現在是不是把握時間 先請黃智陽教授先發表他的論文 請 好 接著請主持人黃智陽院長就位 今天要發表的論文題目是 鐵筆彈心 王仲淵先生的書印風華與沈船 好 主席林院長還有李教授 還有各位先進 各位同好 大家好 今天非常榮幸有這個機會 能夠來分享一點 對於王仲淵老師的一些閱讀跟研究 來跟大家分享 那首先因為最近事情比較忙 所以在交出來的稿件裡面 還是有在看還是有一些比較明顯的措置 也在這裡把一個比較重要的措置 第一次跟大家更正一下 第119頁這個世文 王壯偉的看不太清楚的這個亂語書 其實仔細看它是 最後一句是修問字語文 這個修是修習的修 這個因為同音打字的時候就錯了 另外一個有一點小問題的 但也不算真的問題 是在122頁 這個特別是李育周老師的資料 是在口述資料裡面 李育周老師是最周全的 把這個王仲淵老師所授的課程 幾乎記憶力極好 都把它講述出來 由藍博彥所整理的 不過這裡面應該是有缺漏字 例如說倒數的第三行 這個長沙出土的戰國儲勃書 這前面應該是有介系詞吧 有味或者是一兩個字 但是因為是直接讀影原文 所以沒有把它更正 但是在這裡我口述上先把它更正一下 也許李老師在那也可以幫我們做一個更正 那今天當然極特別 那當老師那麼久很少這麼緊張做報告 因為我的評論人是李育周教授 也是研究台灣書法史 還有呢特別是杜台的前輩 這個藝書家的重要權威的學者 但是能夠讓李教授呢 閱讀跟批評 也讓這一次的論文呢 增添了一個很好很有成就的一個歷程 那我不像很多資深的老師 或者是像李教授這樣的機會呢 能夠親自撞老 能夠受到撞老的指導的影響 不過呢在私塾跟心理之際呢 我個人都是收藏了不少 王撞老的作品 那應該不像20件 那其中呢有比較特別的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也代表我這次發表的一個原有 那這件作品呢 是王撞偉衛等於他的老師 沈寅墨先生所寫的作品集的序 這裡面就非常詳述了 他在重慶的時候 如何拜頁沈寅墨先生 那學習到他如何的奉犯 那也可以說是 在我所看到的這個墨基裡面呢 追溯他們之間 師生情裡最詳實的一件作品 所以也剛好也是他風格 元首時期的作品 所以我非常的珍惜 另外呢也循著這樣子的一個軌跡呢 在當然都是多年以前 收藏了一件王撞老先所練習 但是丟棄的作品 但是呢被收藏家解釋起來 但是因為他墊在紙的下面 所以有了很多的墨字 這件作品很大 可以看得出來 受到沈寅墨先生所影響下 所寫的儲體 林寫的儲遂兩個應該是 宴塔聖教序四十四個字的大字 高七尺多 那這件作品呢 雖然他的品項非常的差 他被很多墨所給污染了 但是呢 我還特別送到上海去給陳德林修復 所以花了不少錢 讓他的字跡呢 能夠基本上還能夠看得清 就是因為從這個字型裡面 看得出來 他跟沈先生之間的一個關係 另外一件作品呢 也是我非常珍惜的 就是我所看到的壯老的作品裡面 可以算是單字最大的作品 這件作品呢 三指六指字寫兩個賀寿兩個字 然後呢 他還是適用了一些特殊的筆來試寫的 所以也可以看得出來 他一種用工具上的實驗的精神 從這張照片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件作品的字呢 是相當有氣勢的 所以呢 雖然沒有辦法能夠親自先生 但是呢 從其他的方面 也感覺 似乎也享受了像 江白石所說的 於立觀古之名書 無不點化震動 如虧其輝韻之實 所以我經常觀 壯老的真姬 如虧其輝韻之實 也想像就在他的旁邊 看他示範 聽他說話的感覺 受益良多 那論文的比較詳詞內容 在論文集裡面 我不多加贅述 僅將一些重點呢 跟大家分享 王壯偉先生呢 書法傳科名於世 初學研柳 從家學到學習研柳 抗戰的時候 曾經投身軍禮 也可以算是文武雙全了 四三年流遇到重慶 受到神隱墨學生的提點 也受到他書學的影響 包括五字直筆法 渡台以後呢 他這個轉譯更多學 包括了王熙之楚遂良等等 他的小字可以表現得純雅輕易 大字呢 也受到王朵或文真語的一些影響 方剛爽力 簡直甚至誇視 聲文和古蹟 這個是他晚年呢 在元首的書封呢 可以說辨識度很高 大家對他的一個印象 但是很多人可能忽略了 其實大概五十歲以後呢 銳意求心 受到了傅娟夫 鄭曼欽 這個重要畫家的影響 認為書畫呢 是相同的 可以引畫入書 所以他很認真的思考 將書法呢 跟繪畫之間 特別是水墨或抽象之間呢 探討他之間的關係 所以他利用了末法或者色彩 做了一些實驗性的創作 在當時呢 引起了很多人的討論 他稱之為亂影書 例如說這個圖片上的 這樣子的一個作品 其實他寫的四幅作品 何為一組 名為豪墨樂章 也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抽象 層次所表現出來的 他有一定程度的把它想像成 是在紙面上的音樂 也可以說是一個 在台灣較早 將音樂性 以及書法的時間性美感 這樣子跨領域思考 表現在紙面上的 那七三年以後呢 王篆偉先生在多次的這種 偏向繪畫性的實驗以後 他終究覺得這是很費力的 而且也需要其他方面的專業來支撐 但是他呢 深以為自己呢 在書法的傳統 特別是在字型學上面 特別感興趣 所以致力於考古新出土的文字的整理 而且廣泛涉 也成為在台灣書法史裡面 大量引用新出土資料 來創作的一個先行者 包括了戰果時期的 這個長沙楚墓的楚生書 《紅馬蒙書》 《中山王契銘》 或者是戰果時期的《簡讀》 這個《馬王碑》的《博書》 等等 這種戰果、秦、漢之間的 新出土材料呢 在他七三年以後 六十五歲以後呢 影響非常的深 總的來講 他認為這是一個 與古為新的創作觀 那他這樣子的一個思考 就算我們現在 大量的去討論書法的現代性 或當代性的時候 似乎在他那時候 就已經感覺到 一種從古典出發 溫故之心與古為新的 一種新古典的一種創作的形態來講 剛好也符合我們現在探討 當代書法的未來的 一種很重要的途徑 甚至極可能成為 未來書法發展 在未來發展的一種新的流風 那撞老的撞科呢 也是深得大家的喜愛 他涉略非常的廣博 有陶龍古今 這個能夠把漢印跟明清印結合在一起 在陶龍擠出 自立成體 那特別是編款呢 尤為一絕 單刀植入風格煞爽 包括草書款 他都是能夠單刀植入 書法理論方面 它也是表達了相當多的一些 書論的一個概念 所以一般人都知道 它是書印雙華 書印雙絕 但是實際上我們多了解以後 它可以堪稱書印論三絕 那撞老呢 有很多的著述 主要集結在書法重壇 以及書法研究這兩冊書 書法重壇呢 是1965年出版 主要是以書法的專論 或經典作品的鑑賞為主要內容 書法研究是1967年出版 經驗的論述 一些書法的觀念 以及推廣了書法的美學 壯老其實不管是 他在亂引書的實驗 還是新出土文字的應用再造 都有一種新與變的精神 追求藝術上 其實他非常講求自出心意 不誘惩 晚年更好懷心老人 書印的創作呢 從亂引書 這個引化入書的 這個 多少有一點標新意義的 這個故作意 轉向自然 成去的這種自然意 所以他每一時期的作品 都有他的想法 都有他深刻的一個體悟 跟實踐 皆有可觀 像這1961年 壯老所寫的 不實出新的非白書 應該是用兩支筆來書寫的 這樣子的一個實驗性 62年的豪墨約章 剛剛已經提過了 73年以後呢 開始大量利用新出土的文字 但是這個舊的照片可以看得出來 他當時展覽的時候 豪墨約章 這樣子四個層次的一個表現 都用不同書寫的次數來讓這個 他所要表達的這個內容 有了這個層次的這種空間感 那像這一類的作品 就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他用商周文字 來寫兩行 猴馬蒙書 以及中山王契 分別寫與古文心 不管他援引了多少古文字 他的內在還是在表現 他應用創新的這樣子的一個精神 令人讚佩 他認為金石器是鐘鼎儀器 或者碑結木字 都是通過了眷刻 或者是燒柱 膠柱 加上經常的風吹日曬雨淋 所產生的斑波字跡 雖然從清代以後 被轉用為創作的一種表現形式 來表現金石味 不過他還是覺得 那已經是非本來面目 所以他主張書學 應該還是要以墨基為準 非常認同森林默 所提到的墨基與拓本 一定要對觀通物的這個看法 所以他的教學他的實踐 大概也都是體現這樣子的一個觀念 不偏廢於背過鐵 都是背鐵和關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所以是一個非常善學的 一個學者型的書家 所以從他的這樣子的一個書封跟理念 當然在我們台灣書法師裡面 自然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以及展開了非常深遠的一個影響 這一次當然要特別感謝主辦單位 特別是羅院長非常辛勞地召集大家 然後敦促大家完成的這次的論文發表 那這次的重點比較偏向於他的百年教育 台灣的百年教育的風華 所以這篇論文就較多的梳理一下 這個王壯偉先生的私有之間的關係 以及他的影響 其實他是一個相對嚴苛的一位老師 他在大專業校主要開設 鑽科還有書史理論的課程 1951年開始在省立師範學院 就是現在的台灣師大美術系 接受鑽科的課程 1958年在國立藝術專科學校 就是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的前身 教授鑽科 1963年在中國文化學院 也就是現在的中國文化大學 藝術研究所開設書史研究的課程 也曾經與故宮博物院副院長 莊嚴和開過書畫平建的課程 就我們所研究的資料顯示 王壯偉先在研究上跟教學上 都是相當嚴謹而務實 對學生的要求很嚴格 上課的氣氛相對比較嚴肅一點 所以學生對他非常的敬畏 不過時間久了以後 學生就能夠體會到 他對這個同學的愛子生 這個哲子妾的溫暖的關懷 以尊尊的這些教訓以及鼓勵 例如說台灣早年的物質相當缺乏 到王壯老家裡拜訪學習的學生 往往會被他邀請一起敬餐 如果酒量好的 當然更能夠感覺到老師 放鬆跟風趣的一面 也能夠感覺到他幽默爽朗的一面 甚至在言談之間 他有一種赤子之心的人格特質 例如說薛平蘭老師就提過 王壯偉老師是一個望之言難 既之也溫的人 外表看起來嚴肅 實際上有一顆赤子之心 非常的幽默風趣 也喜歡開玩笑 酒性高 酒趣也多 只要他在這個酒座上 兵主敬歡 氣氛就非常的好 關於他的授課內容 我剛剛有特別提到 參看一下李宜舟老師的 被訪談的一些資料是最詳實的 我不在這邊贅述了 他主要是希望重視觀念性的問題的引導 勝過對於技巧的沉傳 他特別重視書法史或者是書法建長 這些觀念性的問題的引導 來培養學生獨立思辨的能力 那書法建長尤其重視眼見為憑 所以王壯偉也是一個非常重要 非常專業的收藏家 建藏家 所以他有非常好的審美的賤賞力 也相當重視當時新出土的書法材料 並推薦給學生研究跟學習 那他自己當然也是身體力行 也經常將自己的書法的收藏的精品 當作教材來分享給學生 這是最為難得 極為難得的一個學習經驗 讓學生見到真姬以後 能夠 這個 如同我剛剛說的 就等於博弈多師了 只要見到真姬 如虧其輝韻之時 那就不會只是 遇現在一個師門裡面 那學生當然是獲益良多 關於創作上面 他也是主張要成就身心 不拘懲 漸漸要有幾億才能久 這樣子的一個觀念 非常重視自我風格的養成 那也同時要求必須要重視理論 這個理念的啟發 不能只是重視表現的技法而已 所以他是一個 這個實踐以理論能夠雙全的 一個這樣子的一個老師的教育理念 那他曾經提過這個學習書法 不必抱定一家死肯不放 要不斷的書寫 多看多寫 多看明書 就是多學習典範 我覺得在書法教育裡面 最好的老師呢 除了在啟蒙出階的時候 很快的讓學生研究生 有一個門禁 然後呢 具有一定的這個表現力之外呢 一定要多介紹典範的人物 跟經典的作品 讓學生未來有更可長可久的 成熟的研究方法跟態度 我想王仲偉老師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老師 勤勉學生一定要多讀書跟勤精進 所以看似他這些不管是嚴教或者是深教 都帶有一種啟發式的教學 來達到不教之教的這樣子的一個 教育的一個目標 在這個研師門下呢 除了在大高院校書法專課的教學之外 一些有志書道的後輩呢 他也不利用的予以指導跟鼓勵 所以他的學生 他的春風呢 可以說呢 這個沐浴了 包括學校的學子 還有私下請益的朋友 年輕朋友 望年之交 以及正式收入的王門子弟 又稱為王門八子 當然就是受益最多 沒想到時間過這麼快 例如說復生老師 就是受他影響很多 但是論文裡面交代的比較詳實 我就不在這裡贅述 在他到美國留學的時候 王鑽維老師還特別寫了勤精進這件作品 送給他 把他的期望透過作品來給他 對復生老師的影響應該也很大 那望年之交當然也很多 張光斌老師 王靜芝 吳平 黃天才 王北越 梁乃瑜等等 那王門八子應該是 這個入門弟子的主要的代表人物 包括唐幻 林舟成 書風男 薛平男 杜忠告 徐永靖 薛志揚 這些老師們都在台灣的書壇 佔有非常重要的一個地位 那麼1989年又在收入了日本原田立正 為徒合成為王門八子 那就請參看論文 重要的友人也是在我們這次回顧追溯的時候的一個重要的線索 他經常生前跟當代重要的名家齊老 都是經常的往來互相的惆悵跟影響 包括了浦欣瑜 彭城市 陳丁山 張大謙 莊延 鄭曼清 台靜農 丁念仙等等 這些大家耳熟能詳的書壇名家 也都是王莊惟老師的志友們 那張大謙也特別喜歡他所刻的意 1950年張大謙請王莊惟刻了摩羯三圓 這樣子的一方意 1965年張大謙回台就畫了玉兆三房圖來給他 所以這個書 畫意這個交流傳為美談 那這個摩爺金色也是王莊惟為張大謙所刻的 那張大謙非常喜愛這方意 他曾經對王老師說 你這方意成了我80以後的作品的商標 但不是客氣化 他是經常使用這方意 甚至有些磨損他也不介意 那這些舊照片我也不在這邊贅述 那跟這些友人 包括跟莊嚴副院長一起參與了1963年 1973年的流水英的 這樣子藍廷節的一些活動 都是留下了佳話 都成為我們回顧這幾十年來 甚至百年台灣書法風華的一個重要的線索 王莊惟先生龍馬半生 從50年代開始 教授非常多的學生 我相信學生敏感於心 包括沒有直接受到他教學的一些學生 私塾他或者是觀看他的作品 閱讀他的論文都深有所感 持續的在我們這個社會影響著 他的創意的精神 也是我們台灣書法發展一個重要的歷程 容破他自己覺得他不再做一些比較標新利益的創作 但是都留下重要的意義 蘇映論三權的前輩書法家 藝術家是相當相當不容易的 但是我們嚴格講王莊惟先生的作品的價值 在當今的社會裡面是嚴重被低估 這個是要深刻檢討的 所以台灣藝術研究應該要重新來關注它的成就 以及影響在台灣歷史上的重要意義與價值 這都是我們應該要積極所參與的工作 好 謝謝大家 非常感謝黃院長 非常感謝黃院長 他的對論文的專注 我們看他對王老 王壯老是可以說 已經瞭若直上 因為既有收藏又有研究 我想長久以來對他認識非常深刻 所以寫的整個文章非常驚訝 把整個重點都寫出來 來龍去脈 將來這邊要成為了解王壯老的一篇經典的文章 但是我們還是請一個更求威的 我們這個書法界理論的專家 大家都知道李宗李教授來提供一點意見 因為你是特約的討論人 總要提一些問題來討論 謝謝 謝謝 主持人林院長還有發表人黃院長 各位女士先生 大家好 很榮幸能夠被找來 來先看黃院長的這篇論文 那我對黃仲偉先生不是非常熟悉 也不能說是黃人九子 黃教授這一篇文章寫的內容非常的好 架構也非常的完整 我覺得大概寫黃宋偉先生的介紹 可能這一篇要算最好的 也會從這種背後 各方面都可以說面面俱到 不過剛才我隔壁這位另外一個院長他說 好像黃先生的詩也不錯吧 我們沒有討論到 好 那我還在增加一下 王先生的文也是很不錯的 因為他寫了很多書法理論的書 裡面的文字 如果你要把它做什麼修改調整什麼的 大概也不太容易 他對於文字的敘述其實是非常的重視 這是傅在先說 再來剛剛有一張投影片 黃先生的收藏 就是黃智陽 黃教授的收藏 那一張就是 林黃玄陵碑 不是願達宗教席 黃玄陵碑 那下面呢 我想我就行到不說 因為十分鐘以外就過去 首先呢 如果各位手上有論文 請看一百一十五頁和一百一十六頁 這個英文字呢 看起來不像字 變青或者是黃字陽 好像青 黃青陽 我不知道 那就是H不是N 那就是H不是N 那你幫他蓋一下好了 好 那下一個奇異部分我就不說了 那下面呢 我就直接 來對應一下那個 志陽兄的論文 幫你當教隊 黃教授而已 我沒有辦法評論 讓教授一下 那一百一十七頁 這裡中間下面有一個 1949年後的第一個書法團體 最好能夠加兩個字叫做亞籍 書法亞籍團體 因為基隆書法研究會 在1957年就有跟政府正式立案 比中國書法學會還要早五年 中國書法學會1962年 好 再來第二個是 中國書法學會的發起人 前面一張 好 很多的地方呢 都可以看到 叫做42位呢 發起人 其實 有可能當時在田的時候是這樣 但是當1962年要成立的時候呢 全部有48人 你可以看一下 我的影片都滑出來了 不是 42年 就是 你可以看到 68 48 那畫紅線的很可能 就是在那個 42人裡面沒有的名字 而這個資料呢 是中國書法學會的 會員錄第一次印出來的 會員錄上面的東西 所以一定是準確的 所以這不是42位 好 再來 在119月 第二段 第三段 十二歲是從父親 林若公學科運 那我一直想著 老半天 王正維不是姓王嗎 為什麼是變成林若公呢 那我剛才聽到前面的賴明珠教授 然後寫說 陳靖輝的爸爸好像是姓什麼鍋什麼的 那是不是後來又怎樣了 原來他爸爸是林若公 後來生了以後 就給姓王的做小孩 然後在下面 在下面 詩法理論的部分 王正維到台灣來 看到兩部很重要的書 所以讓他的書法史 詩法理論的知識大暴漲 第一個就是書到前集 舊版的27本 1930年代出版的 第二個就是書晚雜誌 也是1936、37年開始發行的 全部一套有85本 一個月一本 他在不頂接 大概1950年代以後 在不頂接買到這兩套書 所以他的書法的豐富性 就非常的多 他在1950年、60年代 寫的書法文章 很多字樣也是從這兩套書裡面出來的 這是日本人編的 日本時代的 台灣的很多的書法界的人士 也曾經擁有 當然大陸入台的也蠻多有的 例如說莊嚴 我另外一個是莊嚴 還有我們有一個學長 叫做張興志 他是第二、第三屆的學長 他都有書到前集就版的 這兩套書讓王先生得到非常多的 中國書法方面的知識、學識 但是當時台灣人很多都看過 大陸來買的可能不太多 你看 但是王先生 傑族先生 他買到了兩套 非常完整的書 所以非常不容易 好 那麼再過來 在一百二十一頁 中間第一段 第六行 剛剛王教授也提了說 他上課非常嚴格 課程中不敢發問 在一百三十一頁 也有這樣的結論 或許我去讀研究所的時候 王先生在教的時間已經算比較晚了 他從1963年 然後我是1967年 不是1977年 才繼續讀 所以已經十多年了 他可能脾氣沒有那麼壞 我進去的時候 他會留半個小時 說你沒有問題 他沒有人要問他說 你今天說 常常會這樣 我就是 無中中有 隨便問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 當然同學的水準 是不是覺得是問題 但是老先生可能覺得 那什麼什麼問題 反正假裝一下 所以 又沒有很嚴格 那時候沒有很嚴格 所以這個是補充一下 再來 有一個剛剛王教授也出來 二十二頁 倒數第六行 一九六九年十 然後 其實這兩個字 對調過來就好了 一九六九年十 成就長沙出土的 這樣 或是什麼什麼 就OK的 可能打字的時候 排版的時候 還顛倒 再來 再一個就是 林柏庭 在一百二十四頁 一百二十四頁 一百二十四頁的中間那裡 有一個林柏庭 然後一九六七年 我看到這個一九六七年的時候 我覺得 林柏庭怎麼那麼幼稀 太年輕了 其實一九六七年是林柏庭 台灣師大畢業 不是他的出生 所以我就找了一下資料 在所有的網路上 如果網路上 如果不知道林柏庭 然後會出現一九六七 各位在那邊看得到 林柏庭 這個不能傳出去 是有點秘性 只能夠讓你看到 他是一九四五年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八日出生 所以以後你要給他寫的時候 改成一九四五 這樣很清楚了 再過來是 一百二十六頁 很多人寫文章的時候 就會寫說 台灣印學會 是第九四九年開始 我看到的資料不是 因為台灣印學會 還有一個開始的會長 是陶壽婆 那陶壽婆在一九五零年的秋天 才從香港來台灣 耕耘之秋 這時候他在西亞左邊 有集同道多人發起台灣印學會 那在這個之前可能代壽康 已經有在一些印人之間 在雅集了 陶壽婆來著順理成章 把他成立了 所以一九四九年 後面那一月 一九四九年不是台灣印學會的成立 而是台灣印學會的 剛剛雅集的時候 但是沒有這樣正式的文件 所以陶壽婆在一九五一年的新馬 那一年他寫的這個 《百壽十科》這個細文裡面 就提到了是一九五年年秋天他來 然後集同道 今天台灣印學會 所以你看到的資料 如果沒有根據的話 就有一些人的什麼 什麼王伯樂、梁乃宇或者是 或者是陳宏妍寫的人 可能都不是很準確 那我這個準確不準確我不知道 是陶壽我自己的 好 再往後面也是 王宋偉先生 在那一次第七屆 1974年的全國媒展的時候 當評審 事實上全國媒展的零次 是前三名或者前五名 前五名以後是加重沒有悠選 那王仲偉先生寫信給我們 徐永靖的時候 說他是優選 其實不是 就是加重 好 那這裡面沒有 王仲偉先生 雖然是優選 但是我們如果真正要說的話 只能夠說 徐永靖得到的是加重 因為前三名或者前五名 我們說前五名吧 前五名後面就是加重 前五名後面沒有優選 全國美術展現在還是這樣 只有省展才有優選 那省展有優選 好像也沒有加重 反正加重在省展裡面算優選 那全國展的加重也算優選 那不管如何 在文詞的使用上來講 如果我們要敘述的時候 最好自己加重 不要有優選 不要清楚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裡西隆堅的是加重 左下角這裡 加重不是優選 那再往後面 好像 一百三十一頁 一百三十一頁上面的兩個圖片 一個是1951年 那麼這個圖片的1951年 你可以翻回來 一百一十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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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此 第八項 有一個1959 這時候才成立的十人書會 1959年成立的十人書會 第一個書法亞籍團體 然後在後面這裡 一百三十一頁 有一個1951年的十人展 這個顯然是錯誤的 不曉得是不是打錯誤的 大概跟大家交代了這些文字 如果說還有一點點小時間 那我就繼續放一個朋友 大家應該是有點樂意看的 來 請看 不是不是 剛剛那一個 好 剛好前不久 有一個朋友 在台北的那個書店吧 他買到了這一本東西 這是已經是41年前的 他指導的第一個壽士研究生的論文 是壽士研究生的開門地址 聽懂嗎 他在文化大學只教書 都不收 不管書或者日或者日 通常不收 學生找他他都不要 就是這個傢伙找他 要求他 他就答應了 所以是第一個開門地址 然後這本論文 就是王仲維家寧口出來的 當時的口試本 對 好 那很有意思 我們一直往下看 口試本裡面 有一張紙條 就是這個紙條 這個紙條 然後呢 在1980年 口試當天 已經講了 已經講了 好 第二月 第二月 好 口試當天已經講 後來他 為什麼會再重啟一次呢 而且改來改去 我不清楚 就是這個東西 那朋友傳給我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就是這一本口試本 從王仲維家寧流出去 然後被朋友買走了 然後他跟我說 有這個東西 我就覺得 非常新鮮 我就跟各位講 這就是說 這裡面的東西 當時口試的時候 我聽過了 但是沒有看到 他竟然就跑出來 好 回頭 下回頭 下回頭 這個李文貞這個人 就是我 我 這本 這本東西 後來 被那個 中國學術委員 講述委員會 講述出版 那由 台灣商務運輸館 總清香 商務運輸館 但不是這個面貌 是已經印刷 印刷 印刷 這也是打字的 好 然後再往最後面 可以看一下 這蠻有意思 好 在後面 還有一張 好 那因為我1980年的時候 就那個 在那個 就是 口試之前 我請他再給我 起一個 字號 他就起了 有 有三個字號給我選 那我就選了這一個 所以後來 1980年以後 我所有的文章 各種學術文章 什麼文章 通通用李益州 所以如果知道 我是李文貞的人 那就是1980年以前的老朋友 1980年以後 通通是李益州 到現在沒有人知道 我原來本名是什麼 就像 黃志陽教授 在他的文章裡面 你可以看到前面的部分 第一 117 117 第一行中間那裡 黃宋偉 不叫做黃宋偉 黃宋偉的聲音證 上面是 黃原禮 看到嗎 就像黃北葉不叫黃北葉 黃北葉叫做黃澤衡 類似這樣的狀況 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一會兒 看過黃先生的那個 就是 不能說說真的 就是看他有一些文件 他就是寫黃原禮 因為那個是給政府 正式的文件 但是有時候是很難講 因為像余憂任怎麼博詢 余憂任等等的 過去的人呢 都會很多的自豪 因為過去沒有所謂 早期沒有所謂 孫恩證 孫恩證是日本人 統治了 那你以後才有的 好 這裡可以看到什麼 正義益州 然後第二瑜仇 撞毀七十七 什麼意思 好 過來 請往下 OK 這是黃先生 在他七十七歲的時候的照片 特別送一張給我 所以 所以這是 19 因為他是七十七 七十七而且是遺仇 所以是1985年 民國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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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給我的1985年 那我就把它留下來 好像有意思 今天特別拿來面對看一下 可能有人早就有這個照片 也不一定 不過應該不會太多 他的學生可能有 好 我想今天很難得 黃智陽教授能夠發表這樣的文章 我也要感謝你 因為我是他的壽司寫章 第二個 關門地址 他只有兩個學生 他就只有兩個 主導兩個壽司研究生 一個是開門地址 另外一個是關門地址 就是鄭惠美 鄭惠美 你齊永信的老婆 齊永信太太 這兩個 他教了大概十多年 他只有指導兩個 所持研究生 後來就沒有再指導 也沒有再教了 好 那我跟各位 爸爸在這裡 特別感謝鄭惠修 好 謝謝 我們謝謝李宇作教授 這麼精采的評論 提了很多意見 我相信對黃院長的文章 一定大有幫助 其實黃壯偉也教過我 我大肆地說 那時候他剛好從這個中油公司 退休的時候 也是一樣 一把小護紙 然後呢 鼻頭都紅紅的 我們那時候 因為看到老師呢 這麼有名望 都很怕他 他來教書 我們就在那邊 領在那邊寫這樣 早知道就獻了獻地虎好久 對不對 鋪了紙對不對 然後呢 就可以今天看黃志陽一樣 得到夢寶 當然後來我們畢業了 他每個人寫了一張給我們做紀念 他也是非常值得做紀念 那我們謝謝兩位 一位這個論文發表人 還有李宇作教授評論 也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 那謝謝林江湖院長 黃志陽院長 謝謝李宇作教授 那接下來是我們的休息時間